因打素人巴掌被带去警察局 周海妹脾气到底有多爆 2006年 周海妹独自一人赴花店买花 在得知一束花300元 包装纸还要领受25元后 她决定去别的花店再看看 但花店老板却强硬表示 花已经包装好 必须给钱才能走人 面对老板的霸王条款 周海妹不甘示弱进行反驳 据目击者透露 两人在争论过程中 出现互相拉扯推丧的状况 周海妹更是仰手朝老板脸上山 最终周海妹和花店老板双双被警方带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节 才达成和解 而对于打人一事 经纪人则表示 是花店老板先动手 周海妹才拿手挡了一下 至于真相到底是怎样 我们无从得知 但如果花店老板存在刻意隐瞒包装费的行为 那周海妹拒绝买单也算是合理维权